大家看我身后的灯了吗,这个灯我们是要明到11点,这个灯不是用来照明的,是用来给番茄做补光用的。 大风中之后,在冬季种植的时候,低温寡照,对作物生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。 首先,大家认可的是低温造成的危害。所以说,一旦出现降温以后,增弓胯,烧酒精,或者用电取暖等等一系列措施都开始用了。 但是,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寡照。本身冬季光照时间就比较短,如果太阳光少,光照时间短的情况下, 那么,你的湿入到土壤当中的养分被作物吸收了,但是是没有被利用。 因为它需要经过太阳光进行光合作用,经过这个加工厂,去转换,才能被作物利用。 如果你光照时间特别短,光照比较弱,阴天比较多,也就是不能被作物利用。 那么,对于我们种植物来说,你就要适当地去采用补光灯了。 这个补光灯怎么去使用呢? 你好比我买这款补光灯,一个补光灯是面积的16平方。 当然,我看现在有很多地方卖,一个补光灯,一个灯可以提供一亩多地的一个光源。 但是,对这种灯我不便评说,因为担心它能不能照过来。 第二个呢,它这个收光是不说均匀,好比说你灯光下面呢,层门比较高,远的地方比较弱。 这样的话,对于这个作物生长也是影响比较大的。 所以说,我采用的还是一种常规的,一个灯16平方,这样的一个光照分布。 再一个呢,使用补光灯,大家一定要记住啊,不能说一致开着,到了夜晚一直开着。 因为作物是需要休息的,如果你采用补光灯,一直是光照着照到一个晚上,作物是需要休息的。 同样也是不好的。 所以说呢,我们一般就是,从下午5点开始放棉被,补光灯开始亮,到11点准时停。 早上呢,从6点到8点半开始开棉被,切棉被,停。 通过这个时间进行补一段光。这样的话,你作物生长非常好,非常正常。 这个灯呢,实际上耗电量非常低,一个灯呢,耗电量是36瓦的。 也就是说,一个小时,36瓦的。你算一下,多少度电子停了,我算不过来了。 哈哈哈。